快乐爱台湾 想念小母爱 想快乐的电台 想念小母爱 想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前菜武汉 快乐人不忙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发哥开讲啊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 《南传东去》 张坤杰所写的 前卫出版社所出版 刚刚为什么讲荷兰 讲了前半段就讲到香港去 因为这个和荷兰形成很有关系 好刚刚讲到孙中山 你念的三民主义 你是念真还是念假 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 他是超自美国的三权分离里面 所谓的法政洞 杰弗森他们所讲的 民有民智民想 民有民智民想 民有就是民神主义 民智就是民权主义 所以这些民有民智民想变成孙中山的民主民权民生 好这三个三权里面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华哥跟你讲就是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是国家以民为主 人民拥有的权利也就是民主政治 好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 如果没有民权主义 如果没有人民的人权 决定国家方向 人权是被剥夺的 民族主义就是义和团 如果没有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是什么 如果人民的权利被控制着 人民没有人权花园 只要这个民生只要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下去 那就是什么 就是韩国瑜的花大财 所以三权分立里面 民权主义是所有主义的核心中的核心 没有民权 前面的两个就变垃圾了 那华哥跟你讲的是什么 荷兰为什么可以独立 而且变成还没有独立以前 先变成一个帝国 因为当时荷兰没有国王 荷兰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所封的亲王 伯爵 所以他所有的国家事务的决定 是在联合会议 而这个联合会议 是由一群阿姆斯特丹最最初的商人所组织的 他们是用投票的 所以他们决定 国家交给这个亲王莫里斯王子来率领 当然是莫里斯王子所以骁勇善战 他是军事天才 但是他没有前来打个屁战 怎么打仗 就是由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商团 这个资本家的团体 我们今天来讲叫爱国商人 台湾之所以危险 不是台湾没有政治力量没有军队 不是的 台湾是有一群不爱国商人 河南刚好倒缓 河南是一群是爱国商人 他们组织起来到北海军贸易到亚洲贸易 赚的钱通通赚回来除了自己分一半以外 一半给国家去建立军队 河南的经验之所以值得台湾学习 就是在这里 河南这了不起也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最近台湾这20年来 才有很多年轻人去河南留学 因为现在才知道 河南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而不是美国 美国是要学习他的自由精神 没有错 但是美国的国家这么大 这么庞大 美国资本主义的建设 一个符合水坝 这些大的铁路什么东西 是台湾造不起来的 也没有必要在台湾小岛里面 不必要的 台湾要学的是荷兰 它的企业体制 小而美小而今 台湾在一二十年来 逐渐的有研究荷兰历史的 慢慢的叙述荷兰历史 我们台湾人才知道 我们要学的是荷兰不是美国 那么就来讲这个河传东去 荷兰为什么决定要往海洋去 这本书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序呢 开始的序呢 由中央研究院台湾史 非常有名的专家 翁佳音教授呢 来替他写的序 发歌很多节目 很多次都用 引用翁佳音教授的资料 因为翁佳音教授也是对荷兰事物 对荷兰文葡萄牙文经受的不得了 所以他也是很有能力直接 透过荷兰文葡萄牙文去阅读 那个原始文件的重要的历史学家 翁佳音替他写的这个历史的来来去去 这个序里面他讲 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 我和这个作者张坤杰一点也不认识 但是呢 基于呢要奖励后代 我就 接下了这本书呢 看看啦 想要给他写一个简单的推荐的序 但是没想到念下去呢 发现了他在荷兰学的知识是这么深厚 文笔是这么优美 那么他从这里影响到说呢 事实上啊 荷兰东英的公司呢 统治台湾那只有38年 相对于荷兰在亚洲殖民史超过300年 台湾也不过是他殖民亚洲的一个边缘地带而已啊 而且 统治台湾的时间也很短只有三十几年 只有他整个殖民亚洲的 八分之一到九分之一的时间而已 但是我们台湾人现在才开始念荷兰统治台湾时候的事情 使得我们对荷兰的认识和台湾的认识呢 都非常的不正确 以前没有念荷兰史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忽略荷兰对台湾影响的因素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有人去念荷兰台湾的资料的时候 自己又把荷兰在台湾的历史位置夸大得太夸大了 大家都不理解 譬如说就算是最古老的 这个台湾最完整的一部台湾史的书呢 就是连战的阿公连洪所写的《台湾通史》 台湾通史辟头就讲台湾故无始也 何人起之那正是作之清代名之 他说台湾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历史 荷兰人来了又才开启 郑成功来了又才开始把他建设 清朝的时候才把他经营 你知道这是台湾史里面第一本最完整的历史书 连洪连战的阿公写的吗 当时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台湾人都把这句话当的是金科玉立 绝对没有错的你知道吗 甚至呢因为他这个连洪的台湾通史是这样开始写的 台湾故无始也何人起之正事作之清代淫之 老有人在原厂生产解释什么 没有日本就没有台湾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台湾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国民党如果不来台湾台湾现在不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在讲什么 全部都用他自己的观点去看台湾 真的国民党来台湾就会比较比较比较坏吗 我看大多人说说会比较好 那一定会比较好吗 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呢 他说有一段时间网路上流传一篇文章 让年轻人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 叫做郑成功啊 你干嘛把荷兰人赶走啊 这篇文章在网页的点阅里吓人 那这个年轻人的推理是什么 这个网站这里讲的也有点单面的逻辑 他说因为最近刚刚调查欧洲人民的幸福度 幸福度最高的欧洲人是荷兰人 他说有九成荷兰人觉得自己很幸福 而且有八成六的荷兰人觉得自己很健康 所以这个年轻人看来就是说 如果台湾还是荷兰人统治 我们有九成的人觉得很幸福 八成六的人觉得很健康 那比现在好得多嘛 那你郑成功你干嘛把荷兰人赶走啊 如果荷兰人留在今天 我们就是九成的幸福 八成六的觉得很健康 那不是一个天堂一样的世界嘛 这个是翁佳英讲的 但是这些年轻人有没有去想过 荷兰殖民印尼超过一百年啊 印尼现在有很快乐嘛 有很幸福嘛 所以台湾会不会变得幸福 变得很快乐很健康呢 不是看荷兰人是看你自己啊 他说不只是这样 2006年的时候刚好无读有耳呢 看到荷兰的电视里面 访问一个台湾的学者 研究荷兰学的学者 他把荷兰在台湾的东印度公司 在台湾的贡献 他对荷兰电视讲 如果没有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大概没有今天的台湾和富豪谋杀 那荷兰人当然很爽啊 把他放在电视上 但是真的是如此嘛 荷兰人真的那么重视台湾重视到这样嘛 那个是我们用台湾人的观点去看到的荷兰好不好 整个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史长达300年 台湾只是荷兰殖民的38年 而且是荷兰殖民的边疆地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客观的去看这样的一个事情 到今天我们在台南看到的一些研究台南的活动 或者学术讨论 大概论文一批头都在讲 荷兰动一动公司从台南登陆台南 又从台南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再往下一指推论 但是就没有人好好的去研究过 荷兰人还没有来以前 台湾的原住民在台南的贫富族 对我们的历史的贡献是什么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连中国史台湾史都误解太深啊 动不动就讲名字以前的那些海盗 或者叫做台湾会叫做海灿 台湾人甚至被误导到 有一些国民党教育里面说 台湾人和周先东海灿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当时的民朝外面的海灿 是什么东西啊 他只是土匪吗 他一般的山里面打劫的土匪吗 像梁山坡水湖传里面的土匪吗 他是根本不一样的存在啦 那为什么叫海盗为什么叫欧阔呢 因为明朝是一个残忍而保守的朝廷 朱元璋打下天下以后 建立明朝以后就马上实施海禁 海禁以后你知道福建广东沿岸到浙江 这个地方是土地很贫瘠的地方 他们除了收获番薯稻米这些以外吃饭以外 他们的土地积分秋林地很贫瘠 到了冬天没办法更做 他光靠农作物是活不下去的 他必须到海里面去煮捕鱼 用海里面的经济来养活陆地上的植物 然后呢养活自己 明朝海禁到后来到什么都过分呢 片木不得入海啊 一片木头呢片板不得入海 一片木板你都不准给我入海 入海你就是贼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碰到现在的 像现在秋行军虫 像你流行农业整个劝收的时候 你不就乖乖乖 人会这么愚蠢在自己把自己饿死吗 当然不会 那不会怎么办 那只好把祖公牌拍的啦 饮白没饭汤吃啊 在路地上也是饿死的 到海里面还有活的机会啦 所以明朝的历史你去认真看好多大臣 上书给万历皇帝 说呢所谓的海贼啊 所谓的海盗啊 所谓的盗啊 七之八呢 为沿海之五国居民也 你知道吗 连那个有良心的大臣都给万历皇帝 上书说呢 你所谓的欧阔所谓的海盗啊 七之八呢 都是我们福建广东到浙江沿海的居民 活不下去而入海 这样的作章由一两个比较少见的忠臣 把它写成作章给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 二十八年不上班啊 他连看这个作章都看不到了 所以人民的辛苦没有人听得到 所以海贼只有越来越多 而海贼进到海里面的时候 时间是什么 就是大航海时代来了 大航海时代来的时候呢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船 都来到了亚洲 想要和中国做生意 但是中国海进他进不了港口 那怎么办 就在台湾 澎湖这些外海地区做贸易 而这些去做贸易的这些渔民 就叫的越来越强壮 赚的权越多的时候 智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叫的海商 海商集团才是正确的 我们的祖先逼都没办法下海去补育以外 就是去做海商 但是海商因为无法无天 海商因为明朝的法力 没有法力可以管 谁的拳头大 谁就变老大 变老大的条件是什么 西方的箭炮 像曾之龙从澳门去看到的葡萄牙炮 吓了一大跳 除了替葡萄牙买船以外 把大炮也买进来 他不但把大炮买到船上去装起来 连那个发射大炮的黑人部队整个买过来 你知道吗 所以到了郑成功来攻打安平城的时候 包围普罗明泽城的荷兰人的时候 你知道他先途部队是什么 整片荷兰人一看吓了一大跳 前面的先逢部队全部是黑人部队 所以整个都是我们不理解的 所以说我们的都心是海灿 他正式的名字叫做海商 那么渥阔 所谓渥阔真的是全部日本人吗 在很多明朝的官里面写得很清楚 刚才那真正的渥阔 只有不到八分之一的人是日本人 剩下八分之七都是中国人自己 那些渥阔的日本人就是在国内的竞争里面 有些国家被废叛纳变成浪人 到海里面去逃生 配合沿海福建广东浙江的渔民 没有办法活下去跑到海里面 就和他们结合在一起 就叫窝阔 其实窝阔 窝人不到八分之一 绝大部分人就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的周先是海商 但是为了在海里面商业、贸易、顺利 要带着枪、带着刀 就被称为海盗了 就是如此的一个真实面貌 我们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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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都是历史 那是什么?